不过如果说到你看专注力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 我们别开是视觉的限制好了 如果是专注力这个的话 我觉得相对容易训练 以体能的方面来说的话 对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因为你是先从赛车 然后转到脚踏车 然后再回去到赛车场 对对没错 你有没有在回去赛车场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说以前在场上 可能譬如说第1第10圈第11圈 开始注意力会下降 会miss掉一些东西的时候 现在比较不会 对现在差很多 因为其实我脚踏车也骑 Harmoran也骑10年了 我09年退 10年开始骑车 今年2020年刚好骑10年 这10年当中 当然体能进步是一定有的 对就是 整个这样骑的时间下体能有进步 那我今年回去比的时候 我才发现 因为其实我以前没有在运动的 就是比摩托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在运动的 胖的时候应该也胖到快70 快70 你身高多少 你70也还好而已吧 我168 可是70 168 70其实算是有肉的 而且那时候是 就是肉肉的 如果有机会翻旧照片给你看 就知道就是肉肉的 没有下巴的状态 那做到这样子的话 你们会不会特别为了出恩的加速性能去减重 有 我有一年就是特别减重 减到62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概念 没有体能的概念 只是单纯的 不吃东西 只喝水 然后穿着外套跑步 就是各种你在少年漫画里面看到热血 热血巴嘎的那种训练方式就出来 穿着外套跑步 好啦 有一点点sense 至少你有跑步 对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单纯就变成脱水重 对 然后不吃东西 然后就觉得 可是实际上上场的时候体能反而更差 对 因为你虽然变轻了 可能轻了五六公斤 可是身体的支撑力是很差的 对 没有肌肉量 那你如果去做一个猜测 你会 就是说你猜猜看为什么骑脚压车之后 回去骑摩托车比赛 你的续航力可以变好 因为很显然摩托车比赛好像对心肺压力没有到那么大 对不对 对 没有那么大 轻松很多 所以你会 为什么我们以一个心肺压力为主的训练 竟然会去帮助到另外一个 好像你 你以前在赛车场上面也不会穿 也不会心跳急剧加速的这种运动 对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 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赛车 它是一个需要专注力的事情 对 那在体能允许的条件之下 我觉得整个 你的手脚伸展会比较自如 不像以前 这么紧绷 对 然后在就是你手脚不紧绷以外 就是你大脑能够思考更多的事情 对 反而相对的现在的体能条件对我来说 比摩托车是轻松的 所以就是你的意思说起来就是 它还是有一些负荷 所以当你可以把这些 体能的部分 感觉好像没有真的极端限制到你表现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可以分担掉一点的话 整体来讲你就可以处理更多的任务 更多task 对 就身体我的脑袋不需要负担这么多的疲劳的资讯量 对 有差 真的是有差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读运动生理学就知道说 你的耐力提升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改善掉 我们人体的自律神经系统 你如果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样是油门限含刹车线的话 高强度的运动 它会促进你的身体的油门线比较活略 好像把它就是你的怠速的 眼睛怠速调比较高一样的感觉 对 然后你油门稍微碰一下 就反应就很灵活这样子 那另外副胶感神经的话 你可以想象成是刹车线 你就是负责把身体的这种 战动意识急剧降低 然后去促进一些你的消化 促进你的身体的修补 促进合成代谢长肌肉的这些东西 那耐力训练的话 尤其是低强度的耐力训练 就是骑脚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LSD这种骑法 净跳只有120 130长距离的 其实不用到长距离 大概20 30分钟就会有效果 它可以显著的刺激 你的副胶感神经的活性提升 那如果副胶感活性提升的话 就是在一些比较紧张 压力大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比较放松 身体可以比较放松 你比较不容易太嗨 不容易就是太紧张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我们如果从营养增补剂的想法来看的话 两个东西很适合就是你需要高度精神集中专注度的比赛项目 一个是BCAA 然后另外一个是积酸 积酸也是 对你听到积酸你可能会想象说 那个是健美选手或者是举重选手 那种需要爆发力的运动项目 才会去增补的 因为它就是身体的基础酸系统的一个瞬间的备源 一个备用电池的概念 但是其实 就大概就是近几十年 有一些运动营养研究 发现说你做积酸增补的人的话 他可以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 或提高专注力 所以你为了考试要K素人吃积酸 其实有一点点效果 然后另外一个BCAA的话 它就是可以 也是一样 一般我们以健身的角度来看的话 会觉得说 这个是蛋白质的基本构造来源很重要 所以是运动之后补充 可以去促进你的肌肉合成 什么这些东西 长肌肉要练状就可以吃这个 但是BCAA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它可以去延缓你的中枢神经的疲劳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 我们在讲疲劳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科学界对于它的成因到底是怎么样 还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 就是说你的疲劳感 到底是因为你末梢的 譬如说肌肉的破坏 还是说废物的堆积 还是说你脱水 还是你流失电解质 这些比较末梢的 就是属于好像硬体的东西一样 还是你的成因是来自于你的脑疲劳了 是你的软体 是你的大脑 因为全身的动作控制都是从大脑来的 但是你的脑不会痛不会酸 所以你不会去 就是想象到说我的疲劳 是因为我大脑跟不上我身体的运作速度 而且大脑的疲劳这件事情 它是没有办法透过仪器 马上取得讯号源的 比如说肌肉酸痛 这个可以测得出来 这个有肌电图可以理解 肌电图的讯号比较问乱 就可以知道说我同样的处理 我的控制策略变糟糕了 或者说更突发的策法 我们就是一口气做最大的力量 那你如果最大力量的衰退 就可以定义为是某一种程度的疲劳 大脑的疲劳可能就是变成要用脑坡测量 这个很难在运动当下做的 因为脑坡测量的时候 它会受到动态干扰严重 你要测脑坡都是静止 都是静止的状态 都坐在那边 所以如果是你的大脑疲劳的话 这个东西就很难以去认定 或者是就是一口咬定说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 你的运动项目是用很多快速的反应 和决策要去做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说 跟你大脑转助力有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过 试图去验证这个步骤 直接进入到使用 因为我们已经在其他运动项目上面知道说 这个东西对于延缓中户神经病 是很有效的 不是说到骑脚踏车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你知道很多Moto GP的选手 他们也都有在骑车 对 超多的 对 像Lorenzo 那个Horay Lorenzo 他之前有一个冬季训练的课表 就是要一个礼拜骑两次脚踏车 然后每次出门就是爬升1200 就是爬升1200 在我们骑脚踏车骑够多的人 看来好像就是还可以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毕竟Moto GP的选手 他们的专项是在骑摩托车这件事情上面 1200台北的话要从 爬阳明山要上骑行山才有到 小油坑好像才800多 对 小油坑才800多 对 要爬两趟 各位车友们 你想想想看 专业的摩托车选手 竟然骑脚车要练得比你多 对 然后我刚刚不是有提到 就是前两年有一个来台湾 就是骑车的那个 老外 SBK选手 对 我是当天才知道 因为刚好有一个开发避震机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求救 他说阿秀 你有没有认识 就是这个礼拜六可以出来骑车的车友 我说当然有 你有沒有要开团 我说有 但是我不会出席 然后他就说有一个老外的摩托车选手 很猛 就是想要来高雄骑脚踏车 因为他们刚好在大鹏湾测避震 测完之后他想要出来运动一下 然后我就帮他安排 安排了有三四个人 都是有在练车的车友 就是高雄地区小有名气的车友 可以呛一下名字吗 小骆 骆尾诚 对 然后我记得那天还有几个 就是财山铁器那边的车友 也都练到有一个水准了 然后那天来 那个老外车手居然抽其他人抽甲的 抽甲爬屋山第一个上去 南部的车友如果有爬过屋山 就是要大概是怎么样的概念 就是因为南部其实山不多 可是几个重点 比如说中辽山 屋山 深山 这些山其实爬得快的人 老实说你都叫得出名字来 南部车友一定叫得出名字来 然后想不到那天来之后 所有我叫去的车友都被洗脸 然后那个 你全部号召要来去给外国人一种粗吧 那种角色全部都被垫到细细 对对本来想要请他们 本来想要请他吃盒菜 想不到被人家招待请吃西餐 这个硬到爆炸 他说他攻击欲望很强 我说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猛 我记得F1 那个有一个很传奇的选手 那个叫做谁 阿隆索 弗兰德阿隆索 对对对 他好像前阵子F1还没退休的时候 他就参加一个226比赛 而且还拿他们 不是226 应该是他们国家的那个国家锦标赛 70赛 西班牙的 他好像在他那个主编拿冠军 40公里 对其实他们的体能 比我们想象中的好非常的多 他是玩技职的 他有没有玩体能三项 我忘记了 然后另外那个Jensen Button 英国那个 他有玩体能三项 Jensen Button有玩体能三项 这事情其实蛮久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Espagro 骑摩托车Model GP的选手 他 哪一个哥哥还是弟弟 Alex还是 我可以讲 是Aprilia的还是KTM的 这样讲比较听 Aprilia的 大哥 Alex Espargro 他就是那种被摩托车耽误的自行车选手 对对对 他就是完全是热爱 他是热爱自行车这件事情 我记得那个Nicky Hayden生前也是很喜欢骑脚踏车 对对对 然后Danny Protosa他被访问过的时候 他说我小时候的志向是想要当自行车选手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嘛 西班牙人有蛮多的 自行车的热点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整个欧洲东近没办法去年都去西班牙 西班牙 对啊 而且就是脚踏车其实对他们的 已经是三项雷雷的关节来说 虽然是负担算小的 对你不可能叫他们去跑步 因为每个人的脚踝可能都开过十几次刀 对啊 就是真的每个Model GPU选择都是断手断脚的大师 说到这个我记得我大概高中大学的时候 我看过一部Model GPU纪录片 是那整个系列里面第一部叫做Faster 没有Faster Faster对 那一部的重点还在Valentino Rossi和Max Biagi 你看多老这两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行动 那个叫什么 行动医疗中心 那个Clinica Mobili 那个最头头的那个医生 他说他曾经把他们两个在骑比赛的时候挂心跳带在他们身上 然后说比赛的时候Max Biagi的心跳是180 然后Valentino Rossi的心跳是130 就是会有会一方面也是年纪也有一点点差异 但是他们两个没差几岁吧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其实比赛局那时候已经30几了吧 对啊 比赛局其实跟Gibner差不多时间 对 就是毕竟那个时候就是Rossi还年轻 我在想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应该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在于 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基准那个东西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还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有一次我要骑脚踏车测血乳酸 我第一次要用那个东西做检测的时候 我在那边等的时候我心跳就170了 真的紧张到爆这样子 心跳170各位没有在带心跳表的朋友 不晓得有没有概念 就是一般人我们讲一般一般做事生活的人 不要是运动选手 就是一般在家里面坐沙发看电视的人 你每一次干的时候心跳大概平均是72 差不多 那稍微有在练路跑的 有在练脚踏车 有在练游泳的这种项目的选手的话 你的安静心跳会比较低一点点 大概会在四五十 四十通常就很了不起了 你如果听到那种三十几 大概都是睡觉醒来的时候量的 那种属于传奇人物的东西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早年可能 因为青少年时期 做了很多大量的长距离训练 所以他的心事本身比较大科 那心脏大科的话 跳就可以跳比较慢 也可以出出相同的血量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副脚感神经的活跃度比较高 就是跟耐力训练的副作用有关系 所以我在猜测 以赛车选手来讲的话 应该主要的 就是来自于你的自律神情系统的差别吧 也就是说一个在比赛的时候 心跳一百七一百八那个人是很紧张的 另外一个一百三的那个是很享受的 对 还有余裕 对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 就是Max Biaggi说如果给我一台跟他一样的车 我可能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成绩 结果完全没有 他们那一年刚好两个互换车队 对 Biaggi那个时候是去 他是去Rapso Honda吗 他去 还是另外一个Camo Honda 去Camo 然后Russie换到三叶车厂 我记得那前几年三叶几乎每一场都在摔 对啊 成绩都不太好 都不好意思讲 都不好意思讲Biaggi不行 OK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